高耸的通电铁丝网 但是呢现在有一家四口突破重围 原来他们趁着熟悉的士兵战绍的时候 送了家安眠药的汽水跟面包 把士兵给迷晕了 渡江脱北到了大陆 金正恩得知后震怒 下令不惜一切的代价都要抓到人 北韩民众想脱北最常利用和大陆边境渡江逃亡 但不管是压绿江还是图门江 金正恩都涉了重重警戒 江边一整排都是高耸的通电铁丝网 无线绵延根本看不见镜头 甚至三步一港五步一哨 处处都有北韩士兵助手 但最近却传出有一家四口 突破这重重阻碍成功越江 而且是透过下药手段迷晕边境士兵 原来这一家四口 平时跟助手边境的北韩人民军略有交情 在士兵凌晨值班时送汽水和面包给他 里头都加了安眠药 士兵喝了昏迷不省人事 四个人顺利渡江脱北 荒唐事件上报高层之后 金正恩震怒 要求不洗一切代价 都要抓到国家叛徒 严惩杀鸡儆猴 被下药的士兵也立刻被关进牢里 接受征讯 这一头震怒抓人 另一头金正恩也卖力秀武器 美国国防情报局 发布最新北韩军力分析报告 尽管北韩2017年开始 就没传出核子事报讯息 但美国军方情报显示 金正恩一直没放弃研发核武 未来很可能会再度进行核事 甚至明年就可能恢复 试射长城弹道飞带 而今年金正恩执政即将满十年 韩媒也报道 包括估障张成泽在内 遭到金正恩肃清的人数 恐怕已经达到上万人 铁腕统治令人歹寒 记者综合报道